千金大小姐竟然在电影院 捡了一个帅小伙 在千金小姐强势的攻势下 小伙很快就被拿下了 可谁知第二天 就在心满意足的千金小姐 准备好好奖赏一下这个好小伙 给他一个未来准驸马的身份时 小伙却消失了 然而 更让千金没想到的是 这个小伙走的时候 竟然还给他留了五千欧 看着自己堂堂的财阀千金 第一次动心竟然就值五千欧 千金彻底的疯了 于是他动用了一切关系 发誓一定要找到这个小伙 可让千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小伙的名字和所有信息全是假的 根本就查不出这个人 然而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就在千金都以为 一辈子再也遇不到这个渣男之时 他却在一年后 在自家酒店的停车场 再次看到了这个熟悉的身影 看着这个惺惺念念的渣男 竟然带着别的美女 出现在自己的地盘 千金瞬间狂暴了 此时他决定一定要手撕了这个渣男 以至于 尽管经理提醒他 这个小伙入住的是总统套房 是酒店的贵客 他也丝毫没有在意 冲着小伙的房间就杀了过去 此时的他 只有一种想法 哪怕是被投诉到破产 也要手撕了这个渣男 可就在 千金气势汹汹地杀到房间 和拦住他的美女发生争执 准备动手之时 一生熟悉且成熟的喉音 却让他瞬间冷静了下来 懂不懂尊重别人隐私 怎么就随便闯进来呢 看着这张熟悉的帅气面孔 千金瞬间没有了脾气 曾经的那段美好 又一次出现在他的脑海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 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 不必费心的彼此约束 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